有人问 您为什么要以唱颂开始 萨古鲁说 这个唱颂是一种齐寝 齐寝意味着为了进行不同类型的活动 我们需要让能量处于不同方式 不然的话 虽然大多数人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很有能力 但是 如果你让它们做一些完全不同的事 它们会完全不知所措 这不过是因为它们的能量只被导向了一个方向 齐寝是指 你让自己变得具有可塑性 这样 对于每个不同类型的行动 你都需要让能量处于系统不同的部位 并且你能够提升教准能量来进行那个特定的活动 当我坐在这里时 我们需要做的与当我往这边走时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是用声音来进行教准 如果想要了解意义的话 那说的是 出生是甜蜜的 但死亡是慈悲的 是一种放松 我们可能认为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 但是 我们难道不该庆幸 有一天我们会死去吗 假设我们不能死 那就太可怕了 不是吗 假设我们根本就不会死的话 最重要的是 它是在谈论瑜伽 这么说是因为 这个畅颂 是在将瑜伽描述为一种超越时间的方式 当我们说超越时间时 现在我们有时间感 只是因为我们过于认同自己的物质性 假设我们没有身体 我们就不会有任何时间感 我们的身体在记录着时间 一切有时间的 都是循环性的 但瑜伽是一个想要超越的维度 它可以帮助你超越这些循环 让你踏上超越生命的循环性的旅程 循环也是物质性存在的本质 这些循环性的循环性的循环